兩年多前我們接鎖總統到我們總統府的時候 我們針對海洋保育 經濟合作等議題交換意見 今天很高興能夠跟總統閣下再一次的見面交流 這兩年多來 臺灣跟帛琉的互動越來越緊密 我們在各個領域都持續地推動合作的計畫 無論是蔬果生產技術的推廣 或者是醫師人員的訓練都有相當的成果 上個月 我跟國際青年大使見面的時候 其中有一團就是在今年夏天前往帛琉 今年9月 臺灣跟帛琉之間有正式開啟農業貿易 我們期待未來有更多機會讓帛琉民眾可以吃到優質的臺灣蔬果 臺灣跟帛琉都是海洋國家 在環境永續議題上有許多可以合作的地方 人們接鎖總統在推動官方上採取種植不重量的政策 不但強調環境保育也讓每一位到訪帛琉的旅客都能夠了解 共同守護這個島嶼家園的重要性 總統閣下的用心令人非常敬佩 帛琉是距離臺灣最近的友邦 我們也非常鼓勵國人到帛琉旅行旅遊 近年來我們解鎖總統在觀光政策上的堅持 不因壓力而退讓 堅持支持臺灣 讓我們非常感動 我也期待未來能夠到帛琉訪問 深入認識我們美麗又獨特的友邦 實地了解兩國合作的情形 接下來 臺灣跟帛琉還有許多共同努力的目標 在今年的南島民族論壇圓中會議中 大家一致通過論壇總部設在帛琉 論壇秘書處則設在臺灣 這代表著未來南島民族之間的交流連結 需要臺國兩國政府跟人民一起攜手合作 透過這樣的互動 相信兩國的邦誼將會更加緊密 我們也期待跟帛琉持續加強合作 促進彼此的進步發展 謝謝 謝謝